被譽為歐陸舞蹈女皇的安娜泰瑞莎 她創辦的舞團《羅莎舞團》 繼2006年之後再度來臺 其中創團作品是舞蹈界公認的經典 在簡單的舞臺上 四位女舞者不斷地重複動作 精準搭配音樂 以舞蹈講述一天的生活 舞者從排椅子開始 像是在一間舞蹈教室裡 四位女舞者正在做準備 瞬間強光落下 音樂節奏增強 開始舞動 這是《羅莎舞團》創團之作 《Rosas Dance Rosas》 舞蹈第二段以斜向排列的椅子為主 四位女舞者不斷重複動作 雖然看似簡單 但不斷增強的音樂和力道 都考驗著舞蹈 這個舞者的耐力與體力 人物也是編舞家安娜·泰瑞莎·基爾梅可 被推崇為二十一世紀現代舞大師 作品具有濃郁的當代女性氣息 融合極簡音樂 以講求邏輯結構的肢體 營造出其副想像的舞蹈空間 擴別近十年再度來台演出 羅莎舞團也將帶來巔峰之作Drumming 讓人一睹極簡肢體背後的深刻意涵